这间谍收到了个任务 就是在严防包围的酒店里 把窃听器装进政务要员的房间 虽然难度有些大 但也只能是硬着头皮执行了 他先得两个同伙打去电话 让对方制造混乱以便帮其掩护 而混乱也不难搞 同伴甩手撒出一盒蟑螂 随后 等保洁全部离开后 李堂则趁机盗取一身衣服 就这样混入在了工作人员之中 不过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楼上才是难度最大的地方 等李堂来到楼顶后 很快便被安保给拦了下来 你等一下 你干什么去 有个人投诉说 这里有蟑螂我来清理一下 蟑螂 楼下什么情况 有通知上来行政楼层 清理蟑螂吗 李堂有些懵了 这安保程度 可比想象的还要严格 李堂想溜 但对方也不傻 当即就把他拦了下来 站住 你是这儿的保洁员吗 我是啊 这公衣是你的吗 是啊 怎么这么不合适啊 把口罩摘了 摘掉 看着对方的决绝 李堂知道在眼就出事了 为了不引起怀疑 他只能被迫把口罩摘下来 但就在此时 安保却收到了重要消息 说此次会议转移位置 改到了其他酒店进行防卫 虽说躲破了一截 但同样的 李堂本次的任务也算彻底失败了 只是让李堂有一点想不明白 这次高层的重要会议 肯定不止安排了一个计划方案 或者说 即便今天不出意外 这个任务也几乎不可能完成 而一个本就完成不了的任务 那高层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同伴劝他不要多想 即便想透了也无济于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对于林玉这个人 一定要小心谨慎 任务失败了 新来的间谍夫妇也要离开了 可是近来容易 想走就没那么简单了 在机场旁的酒店沙滩上 男人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立马就发现了不对劲 完了 仅仅是一句话就出事了 男人故意说前几天是的阴天 可常在海边的工作人员 竟然连天气都毫不分辨 也就是说 对方根本就不是来工作的 男人没有声张 表面上依然不慌不乱走着 但他的嘴里 却是不停地吩咐妻子如何逃跑 只要我把船开动 我就会往酒店跑 记住咱们在地图上 看到的那几个饼 这样一刀 换身衣服 炸到人堆里 上面一定会派人来接 等两人到了海边后 男人索性也不装了 当即快速拔掉船帽 疯狂地就向人群中跑去 为了争取更多时间 他随即劫持了一名人质 要不说运气好呢 劫的还是为老大 断队也没多说什么 相比于杀人罪 间谍罪最起码 还有改过的机会 更何况他现在这情况 一旁的老婆也都放心不下 根本不舍得离开 看着爱人 男人也知道反抗无用了 还不如争取个宽大处理 男人也知道反抗无用的